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底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起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各国反弹,联合国也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撤回其决定。 以色列总理内唐雅胡,Penjamin Netanyu,日前表示,他认为美国将在一年内把美驻以大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 川普则回应,我们目前没这个打算。 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于去年年底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关于美驻以大使馆是否将搬迁至耶路撒冷一事。 美国务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曾说,大概三年内不会搬迁使馆,以色列总理内唐雅胡,缺于卓,17日称,他确信美国大使馆会在一年内搬迁到耶路撒冷,单位透露更多相关细节。 然而川普也在17日接受路透访问,否认内唐雅胡的说法,表示我们美与双方谈的是不同的情况,虽然可以暂时在耶路撒冷安排一些相关工作,但我们并不打算在年底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 提勒森曾说明,美驻以使馆担迁涉及到寻找适当的安全地点和安排外交人员住宿等问题是影响很大的举动。 瓜地马拉政府则已决定将瓜地马拉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尽管与美国相同并未确定去见日期。